前段时间气功大师王林骗述败露招人唾弃 而最近广州也有一位自称能驱鬼的大师 对一个90后女孩说 鬼进入了她的身体 要求去宾馆开房给她驱鬼 可怜这女孩居然还真的就相信了 90后女孩阿新描述的这一幕 发生在7月31号 在广州南田路的一家宾馆内 那个脱胎衣服的男人 正是自称驱鬼大师的黄建军 法号巡龙 阿新在海珠区的一家小型的法器店打工 7月23号下午 阿新一人正看店 恰好黄建军来到店里 二人便聊了起来 黄建军说 他可以通过做法 让阿新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 二人便约定到宾馆去做法 没想到在做法的过程中 巡龙法师称 发现阿新身上有鬼 而这鬼就躲在阿新的下体里 他还叫我看他的羊具 他说他用他的羊具来帮我抽 就把我压走 然后那时候已经吃了药了 我已经没有力气动 他就这样强行 他说这样是在驱鬼 阿新说 甚至两人在发生关系时 他还正处在月经期间 事发后 阿新把经过告诉了朋友 朋友发觉不对头才报警 警方以诈骗罪名 拘留了黄建军三天 后因取保候审 放了黄建军回家 黄建军也把从阿新处 拿走的两万块钱还给了他 对于强奸一事 黄建军表示 自己重病在身 失去了性能力 没有诱见阿新 是有人在陷害他 就是又骗钱 又强奸我 又还不认 他真的好快 我觉得 据了解 这个所谓的驱鬼大师 黄建军是广州本地人 40岁左右 住在保港大道 保福新街的一栋老旧的房子内 一新记者今天来到了黄建军家 屋内没有人 炒菜的锅和洗手石中 还有水珠 显然屋主人是刚刚离开的 记者拨打了黄建军的电话 他的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 如果事情正如阿新所说 那么这个所谓的什么驱鬼大师 的确是另有所图 仅仅是对他拘留三天取保候审 能约束住这个人 以后不再做这种坑蒙拐骗的事吗 另外我们也想告诫大家 一个大师王林的信心 已经告诉我们 那些所谓的什么超能力 做法 是多么的无知和可笑 希望大家不要再相信 类似的骗局了